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造型啊 这会儿是早上的六点整 我家楼下特别好吃的一家馄饨店 然后六点才开门 所以这会儿出去 今天家人特别想吃馄饨 于是决定给他们出去打馄饨 馄饨面 说实话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用这种自带餐具的形式出去买早点的人越来越少 三十块钱 一大锅一整锅 哇 早上那个面条店人特别多 马上到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馄饨面长啥样 我感觉应该吃不了 哇 一直说要早上起来吃馄饨 早上吃馄饨 搞到现在才吃上 因为说句实话 你像我的话早上起来还是比较早的 有的时候早上确实 就是想着自己吃就懒得出来吃那种 但是今天居然我老妈说要吃馄饨面 必须给老人家安排呢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这个馄饨 锅很高的 我老妈去拿碗 哇 这样的加的辣油 还有椒头 还有椒头 啊 过瘾 今天端午节 我老爸 我可忙了一上午 烧了一桌菜 我家人说端午节要吃午红 鲜菜是红的 黄鱼是红的 烤鸭在南京也算是红的 龙虾不用我说了吧 还有个就是咸鸭的 天天圈真好吃 哈哈哈哈 辛丁 无名". 尹童 天天 ait